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玫瑰花园召开了记者会上 宣布已正式签署国会提交的香港自治法 未来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裁就会有法律依据 而华府回应北京通过港版国安法立场强硬 川普还加码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美国将取消原本给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 这意味着正式把香港看作中国的一座城市 虽然川普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正式公告签署法案 但这大笔一挥影响层面相当广大 而川普最重视的经济议题也会受到波及 在香港自治法还有行政命令的双重夹击之下 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恐怕会受到严重冲击 而原本美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亚洲总部 就是看准香港是打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门户 但现在贸易枢纽断链 除了可能会引发大规模的撤资 还有可能会有大量人员出走 只是川普对中国的反制措施下了重手 让香港的转运优势不见 未来美中港三方面对这相当困难的议题 恐怕都得重新调整 未来的转运 感谢观看